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一颗核桃极味药 与其扔掉不如泡茶 今天用核桃和苹果 跟大家分享一道养生茶水 特别棒 一起看看具体的做法吧 核桃是大家都比较爱吃的一种干果 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有长寿果 弯碎籽的美誉 核桃全身都是宝 从核桃仁到核桃青皮 再到核桃心目 但是我们吃核桃 都是取出果肉后随手一扔 实在是太可惜了 今天我们就主要来说一说分心目 分心目就是核桃剥开后 夹在两半核桃仁之间的那一片薄薄的 壮如蝴蝶丝木的东西 它是一味中药材 具有很强的保健作用 对于普通人来说 吃核桃时会将这些东西直接丢掉 但是懂得养生的人都知道 核桃分心目是个好东西 对失眠症有一定的特效 现在人们的生活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很多人都会被失眠问题受困扰 不妨早晚喝一杯核桃分心目泡水 有助于提高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 还能起到一定的安眠增进的功效 能改善睡眠质量 缓解失眠问题 中医认为分心目 胃苦 色 性贫 龟痞 圣经 具有固不胜气 治疗尿贫尿疾 对于治疗女性预精不条也很有帮助 如果您也有同样的困扰 不妨经常像这样煮一道茶水喝 把分心目清洗干净后先浸泡着备用 然后准备一把红枣 用清水把枣皮浸湿 再加入面粉把红枣搓洗干净 红枣的夹缝折皱处会有很多的污垢 这时就可以利用面粉的吸附力 来把这些粘东西全部都吸附出来 然后再换水清洗一遍 这样红枣就洗得很干净了 控水捞出放在案板上 我们把红枣切成小半 顺便去掉棗盒 俗话说 日食三棗长生不老 可见其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是非常高的 红枣可以不气养血 美容养盐 长吃还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建议女性朋友多吃些红枣 切好的红枣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苹果 然后把苹果湿润一下 再加上一小食盐 用手反复地揉搓苹果的表皮 食盐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利用食盐的摩擦性 可以很好地去除苹果表层的农药残留 苹果皮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吃苹果的时候 最好带着果皮一起吃 搓洗一遍 搓洗一遍的苹果 用清水冲洗一遍 然后把苹果取出来放在案板上切开 把苹果移分为四 再把苹果盒去掉 苹果盒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成分 是不能吃的 就算不是直接食用 也最好不要带着足水 接下来再把苹果切成薄片 俗话说 每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 苹果不仅好吃 还富含维生素 苹果酸的营养物质 苹果酸可以代谢热量 搭配分心目煮水 喝完清爽舒畅 吃得香睡得好 整个人都精神了 切好的苹果直接放入砂锅中 还有红枣 分心目也加进来 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或者是纯净水 没过所有的食材 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 这个时间准备一把勾气 加入清水清洗一遍 把灰尘物够清洗掉 还有如果是硫磺枸杞 清洗时也能明显辨别 把脏水倒掉 再把枸杞浸泡着备用 这边已经煮开了 这时我们根据个人的口味 往里边加入适量的冰糖 再用勺子搅拌搅拌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盖上盖子转小火再炖10分钟 时间到我们把准备好的枸杞加进来 再煮5分钟 枸杞能够滋阴降火 一惊明目 对于阴虚火旺而引起的失眠 能起到较好的作用 时间到 一道滋补养生茶水就煮好了 这道养生汤 可以滋阴不慎 不气养血 美容养盐 而且对失眠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对于我们女性朋友和男性同胞 有很好的帮助 沉出来装入碗中就可以直接喝啦 里边的分心木还可以继续煮水喝 最多可以煮一到两次 食材熬得非常的软烂 营养全部融入汤中 喝起来甜甜的特别的好喝 坚持喝上一段时间 你会有惊喜发现哦 吃得香睡得好 小脸也变得红扑扑的 汤品甜而不腻 低脂无油 熬得好喝又实用 不用每天都吃 每次饮用也不要太多 喝上一碗就可以了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记得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